上个月,亚马逊宣布将在2024年微视频流媒体平台Prime Video引入广告业务 将率先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和加拿大等市场生效 并逐步覆盖到更多欧美市场 10月19日,亚马逊再次宣布 公司高管非常看好此项业务 并要求广告商承诺将在这项服务上投入大量资金 据悉,亚马逊一直没有公布过Prime Video订阅者数量 但称其为是美国仅次于YouTube和Netflix的第三大流媒体平台 在引入广告后,Prime Video现有订阅服务价格不变 同时该平台将新增5广告版订阅服务 较现有订阅服务高2.99美元每月 亚马逊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 想要进一步巩固其广告业务 据此前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亚马逊广告业务营收为106.83亿美元 同比增长22% 就数字广告收入而言 亚马逊目前在美国市场位居第三 地位仅次于谷歌和Meta 记得点赞关注哦